当我们认识了佛法,理解了佛法,就会期盼自己与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佛是自己彻悟又能觉悟众生,安慰众生,鼓励众生的大觉智者,大慈悲者 佛是由众生之中产生的,是在断尽烦恼,又能长度众生 而夺得智慧究竟圆满的人 经典不是仅供信仰持诵的,当如说修行,应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实佛法人间化的一个意思,最主要是希望藉由简单的方法 透过熏习的方式,让你能够沉淀这份心灵 所以你可以试得谢谢,所以我常常讲,重要吗? 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重要吗?你尽情想想,我们为了这件事情 发了这么大的脾气,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重要吗? 让我需要动到肝火,让我这么样的生气 需要吗?有需要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吗? 有些人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二十年的婚姻,因此破灭,需要吗? 必要吗?你有必要为了这一点点的事情 让自己的起心动念,让自己一把火烧掉整个功德里吗? 尤其我们学佛的佛弟子,更要清楚 我们的这份憎恨心一起来的时候,所有的功德一切销毁 所以我们要从此开始,我们要消灭我们的憎恨之心 藉由佛法深入我们的心灵 我们要学会体解大道 我们才有办法发无上心 自归于佛,当愿众生,体解大道,发无上意 当自己认识了佛的精神,知道了佛的意思 接受了个人自己也能成佛的理念 就会期盼一切众生都能够理解佛法的道理 并愿人人都能成佛 时邦新闻记者赖约荣桃园采访报道